部落战59比60就差一颗心就满心了啊只剩一个9号了 但是我的殡影里却有57个野蛮人 考虑了一下想试试我最新研究的野蛮人大火球 玩这套流派必须带地震把这名狂暴给他剪了 然后我们直接秒掉 不对玩大火球需要带天使差点就直接猛攻了 我们把野蛮人剪掉带5个天使就够了 然后直接秒了 检查了一下我的英雄技能不对劲 我的大火球怎么才一级啊 没关系我们有三天的唱完英雄装备DM卡来直接使用 瞄准9号阵型都不带看的 来咱们直接花旗进攻 哦对了如果说你也想拥有一个满级大火球的账号 我建议你找一下一手游 上面有非常多的部落号 国际服也有 找回还包陪 我这个满防号就是上面逃的 非常的安全 这个阵型城堡偏向于左边方向 我们隐身只需要遮住一个连弩 然后我们大火球砸另一个连弩身上 就能把城堡直接秒掉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这哦 吓我一跳我以为对面渔兵样出来的 我们带了43个超蛮 好处就在于轻边特别的快 坏处呢就是没有气球 太阳黑雷你看这里就少了一个天使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 勇王是往右下角走的 那我们投石就放在上面 可以打掉对面的多头 下面我们放一个超蛮断边 怎么又踩一个黑雷啊 开局就少两个天使了 必须让勇王点掉对面的大本 操炸开女王这堵城墙 等一下把蛮王空进去 先让女王断边再放蛮王 当时打的时候 蛮王没有想到带足球 女王带的是隐身和天使 蛮王带的是狂暴和手套 应该是能打 所以说就没有赶 这边给上狂暴给我们的勇王 又踩一个黑雷 还是两只天使了 两个天使吃狂暴 我相信他能点掉大本 就差一滴血了 我这个山王前戏只打了30% 还好我带了个骷髅法术 可以拖住对面情天做 咱们放出咱们的润土啊 这里操炸开女王的城墙 这个蛮王别开城墙了 OK 他刚好闹过来 我们蛮王直接开大招 把跳台交流方直接打掉 右边方向放几个超慢 可以抗一下伤害 论土这一波 必须打掉这个情天巨猪了 压力非常的巨大 论土这个位置有点难受啊 对面情天猪这里 好像有很多骷髅啊 直接丢上一个毒 我为什么要带个毒咬啊 还好我这个论土隐身 但是我论土这个呆瓜 去追骷髅了 你别追他了 完了情天助手论土了 果断开取论土的技能 保住他的血量 召唤出野猪 直接把对面的情天巨猪打掉 这上一手隐身 这个跳台交流炮 伤害非常高 论土打掉他的炸弹塔 往右边走 先打对面的友王塔 还有一尸血 戳掉 溜溜溜 还差一尸血 极限抢救出论土 上面放超慢断边 先把对面的论土给干掉 还剩一个多头 女王还能顶得住吗 这个多头必须打掉 OK 论土还剩一尸血 极限拿下这把游戏的三星 最后不要忘了点个赞 我是小星 我们明天见 拜拜